那你有怎麼做啦 當然如果你不會寫程式的話 我們前面講過你可以用錄製的 那所謂錄製就是說呢 你可以把那個動作 把它記錄下來之後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程式啦 那如果你會寫的話你就知道說 其實程式 其實很多地方可以把它精簡的 不過姑且不論啦 如果你程式精簡或者是程式複雜 反正跑起來結果是一樣的 基本上 就可以達到目的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當然先求 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那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可以讓那個程式 變得更精簡 我覺得是一個階段性的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完全不會 寫這個篩選成語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怎麼樣 可以觀察 比如說你假設不會 你可以 再去做修改 那什麼修改 比如說第一個 你大概至少知道 如果篩選的話 是在資料裡面的篩選 那你可以怎麼樣 那自己先 先 彩排過 然後呢 再把那個動作錄製成一個程式 然後去觀察說 有哪些地方其實是可以修改的 我大概demo一下 比如說 我不確定說到底哪個功能 那我 我大概知道這邊其實有一個 像剛剛講的 包含 然後把 關鍵字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所以將來呢 你只需要一個關鍵字 放在這邊 它其實就會具備有那個 查詢某個關鍵字的效果 所以喔 那可是問題我怎麼知道 查詢的 程式怎麼寫 不會嘛 沒關係 你可以怎麼樣 用錄製的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你可以用錄製聚齊 那錄製聚齊之前 我建議你先篩選先不要按一下 因為你要一定要先按它 然後再輸入 輸入之後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再去做修改 其實OK的 所以 以後呢 有一些程式喔 如果不會寫 其實也沒關係 反正用錄製的啦 那錄的話 我跟各位講 那個步驟你大概 就是把你動作先 先大概 彩排過 熟了之後再開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第一個喔 我希望 產生一個功能 按下它 自動可以讓我輸入 一個關鍵字 然後自動把結果呈現出來 那我們先 假設一個 比如說我要找2這個字好了 OK比如說我可以先錄製聚齊 然後呢 這個的話就篩選成語好了 比如說我要寫一個 第一個按鈕 那要篩選 成語OK 好那再按確定 那按確定因為我剛剛已經有做了一個 所以他會問我要不要蓋過去 我就把它覆蓋OK 把它取代掉 好 那接下來 那你們如果沒有寫過 你們就一定不會有覆蓋的這個訊息 所以 就直接開始錄 第一個的話就是 1 先資料裡面的篩選 2的話呢 就是點這邊箭頭 然後去找到文字篩選裡面的包含 然後隨便輸入一個關鍵 比如說輸入2好了 OK 按確定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那如果我今天 只是說要得到這樣的功能 然後最後的話 記得喔 完成之後 請你按一下 開發人員裡面的停止錄製 那停止完之後的話 當然你要把它恢復啦 所以恢復的話怎麼恢復 其實如果要把它恢復 如果你不會恢復的話 那你一樣再錄製 開發人員 再錄製一個什麼呢 叫篩選復原 別人 OK 那因為我本來有一個啦 所以他問我要不要取代 我按是就可以 那怎麼復原 其實在 以資料裡面很簡單 就是再點它一下 好這樣OK的 所以呢 就把它停止錄製了 所以其實 剛剛的篩選復原 其實只有一個動作 OK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剛剛已經錄下 這個跟這個 篩選成語 然後跟篩選復原 然後我們來執行看看 執行 2就出來了 然後再執行 復原 又復原 所以應該是可以walk 但是 剛剛這個篩選成語的地方 他已經固定篩選2 可是我如果不要固定條件的話 我希望 我給他一個條件 他幫我篩選的話 那這個地方又要怎麼改寫 沒關係 你可以先把它復原好了 如果你要改的話 錄完之後呢 再按編輯一下 這個時候可能你 就需要 懂得看懂那個 裡面的程式 然後把 最有可能的地方做修改 哪個地方來看一下 編輯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 他錄下來的程式居然這麼短 第一行 第二行 兩行而已 其實你說 老師這不是三行嗎 因為如果有空白加底線 下面這一行跟上面這一行 其實是同一行的 OK 所以 理論上只有兩行 那我們把游標呢 先 上面的這個單以後就把它delete掉了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什麼 就是 幾個動作 第一個好像就是什麼 按下篩選 所以 加個註解好了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到 第二個的話就是輸入 文字篩選 然後包含 好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程式其實還蠻短 再來的話就是取消篩選 其實好像就是 這個地方 覺得一行 所以其實他等於是已經幫你把程式 大概都寫出來了 那其實我們只要 改一個地方 改什麼呢 我們因為輸入2嘛 所以呢這個2的關鍵字 假如要把它改成另外別的字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在這個 上面 再多加一個 就是敘述 那個敘述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那個 如何讓 使用者 自己輸入一個文字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下 Input Box Input 顧名思義 Input的輸入 Box就是那個 對話方塊 錢瓜糊 然後裡面的話跟他講說 請輸入什麼 請輸入 乘語關鍵字 OK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請輸入 乘語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會 輸入之後啊 我們要怎麼樣把他輸入的 這個關鍵字存起來 前面我們多一個 變數啊 叫x 好啦 假設x等於 所以喔 也就是假設輸入一個關鍵字 放在x裡面 比如說輸入 關鍵字2好了 那這個2的話呢 就會被放在那個什麼 x裡面 所以x裡面的話 就是這樣子 一個2 然後前後雙以後 類似像這樣子 那 如果我要把這個字呢 放在哪裡呢 條件 所以喔 x 記得要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2的位置 所以只要把這個2的位置 取代成 x就可以了 所以最後 最難的地方 其實應該在這裡 就是把這邊 選起來 怎麼把x放進去 前面好像有講過類似的 就是 放i的那個動作 就是1把2選起來 2 雙以後兩個 移到中間 n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x就可以了 然後把n的前後加 空白 有沒有還記得吧 這個跟那個 我們之前加那個i 在那個 一個 公式裡面的 方式是一樣 就是把它串在裡面的意思啦 所以喔 原來是什麼 再一次喔 這個有印象吧 原來是這樣 然後雙以後兩個 移到中間 and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x 然後把and的前後加上空白 這樣子 就 完成了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個地方 所以喔 亂亂看 應該OK了 所以程式寫完了 來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 這邊執行 有了喔 然後輸入 我要輸入3好了 幫我把3 顯示出來 3有沒有出來 3有出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 復原 復原就這個 又復原了 OK 所以其實理論上 透過錄製劇集來修改 好像也不會有太多的問題喔 所以我剛剛主要是錄製完之後 再多了 這個東西 Info Box 跟把x 放到 這個 位置裡面 這樣就OK了喔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喔 所以剛剛第一步 先試著錄製看看 錄製 我已經先放A1了啦 所以 你在利用資料裡面的篩選 把它錄下來 然後輸入關鍵字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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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